1997年1月29日 国足在昆明与美国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这场比赛之所以引人注目 是因为从巴西留学多年归来的四名小将迎来了国家队首秀 其中下半场替不出场的张孝瑞获得了一个单刀机会 尽管他花烧的假动作没能骗过门将 但球迷们仍然记住了这个据说是剑立宝队中桑巴味最浓的球员 然而张孝瑞之后的足球生涯可以说是远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天赋异禀的球员快速陨落 他的球迹又是否像一些球迷诟病的那样滑而不实 足坛时光机之逝去的才华将试图为您解答 你就说你这个带球接球然后变相突破船中过人这些 是天津那时候练体校的时候就练的还是说到了巴西以后才看见这些东西才专门去练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去了巴西以后才会的这个 因为我可能踢法是我在小的时候就这么踢 就可能就因为我其实小的时候我是踢的是特别特别好的 从小就表现出过人足球天赋的 张孝瑞于1993年顺理成章的入选了建立宝青年队 开启了自己的巴西之旅 在巴西期间他的实力不仅得到全队上下的认可 还吸引到不少当地球队的关注 当地俱乐部找你们吧 有要买的 当时就要买 有要买 他体制不行 确实出钱要买 但是体制不行 因为当时是各地方的 地方的也有 国家的也有 国家也培养你了 你像他们巴一队的 巴一队的人也培养你了 你这钱卖给谁 1997年初 由于在九六亚洲杯上折戟沉沙 国足集召六名在巴西的建立宝青年队球员入队 其中只有李铁 随东亮 李金宇和张孝瑞随国家队打上了比赛 史称四小天鹅 这个冲劲非常足 在那边学的就是意识 还有那边的技术 那边体育想法 我觉得回来之后 这方面我感觉有信心比他们强 但是在学习 必须他们这些老过来的大队 这些东西 来结合自由的感觉 还是可以 在与美国队进行了两场友谊赛后 这只国足又马不停蹄地奔赴马来西亚参加灯洗路杯 并一举夺冠 张孝瑞在机场比赛中均替补出场 表现不俗 在与波黑的决赛中 还首先助攻李金宇打破僵局 然后自己又打尽一球 帮助中国队夺取了难得的洲际比赛冠军 然而张孝瑞的国家队生涯很快便陷入困境 就像主导说的一样 在巴西的时候 好像跟我说过这句话 晚上说 影响你的只有两点 一个是赏病 一个是心理 可能我觉得 当时可能没太在意 但后来就是证明 也是这两点上面出了问题 在接下来的世界杯选赛 在第一阶段 尽管他在主场对土工曼斯坦的比赛中 替补出场表现不错 但很快便遭到伤病侵袭 在随后对塔吉克斯坦的比赛中 张孝瑞首次代表国家队首发 却在上半场便被换下 之后他便淡出了气务声的球队 也错过了十枪赛 第一次重伤对你影响应该就比较大 那是在国家队上的吧 右腿 右腿膝盖 因为那阵 其实 要不说改变其实挺大 就是那阵的时候 就是一直状态都特别好 教练嘛 对我也比较不错 我持功有伤 对 试业杯外卫赛就已经很近了 很近气导 也说你不行就是 打针封闭 但那个比赛之前呢 我就感觉腿有点不太舒服 那时候也小也不敢说 就让踢 打得挺好 结果就是受伤了 其实那段时间 就祈祷一直想用过 受伤了 祈祷还说 这个去跟队一也在说 他现在马上比赛了 不守护行比较 什么时候 拜一拜 拜一拜 你能不能踢 很行嘛 你个人也想打 对 完全后来转天那些主力踢的时候 又让我再踢 踢完了之后 我们应该去到越南了 到就是那场应该是跟越南 又打了一场 训练的时候 完整又打分队 结果脚又 就这腿又不行 如果当时 问你行不行 你就是真的说出实话 觉得不太行 那是想踢球啊 教练既然问你 就说他肯定想用你 想用你 就按反我们是 在那时候 有一点可能 我们肯定都会说 是坚持的 对 不过张孝瑞之后 代表国庆队 先后参加了 世青赛和土轮杯 并且有着不错的发挥 尤其是在土轮杯上 与里克尔梅领衔的 阿根廷过招 仍踢出了自己的风格 1998年下半年 建立宝队正式解散 球员纷纷回到 各自的地方队 张孝瑞也回到了 征战假币联赛的 天津泰达 当时泰达在联赛中 保持不败 是冲击假A的大热门 张孝瑞在国内联赛的 处子秀 出现在第12轮 对重庆红颜的比赛中 当双方战胜1比1的时候 乌拉圭主帅吉梅内斯 另起一挥 将他替换上场 而这位学生归来的小将 很快就征服了天津的球迷 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常常看到 索拉从一个锦区跑到另外一个锦区里 好 点球 点球了 点球 发生了一些争执 一个人过了四 他先是通过连续盘带 创造了一例点球 然后又助攻于根伟得分 索拉 再来 球进了 大家再看 28号张孝瑞 张孝瑞 之后的比赛 他又收获了自己在国内联赛的橱子球 在与辽莹的榜首大战中 他投球助攻于根伟打进制胜球 帮助天津太达以假币投名的身份 升入贾A 1999年 作为升班马的天津队 请来了前北京国安的主帅金志阳 在这位本土名帅的指挥下 张孝瑞迎来了自己最高光的一个赛季 他打进的四个进球 各个精彩 此外还以九次助攻 成为假A助攻王 并当选该赛季的最佳新人 获奖后的张孝瑞可谓春风得意 他信誓旦旦的说 希望明年能拿下金球奖 然而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仍然无法获得当时的国奥主帅 获顿的信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